好在稍后新闻当中我们有更多关于这个风飞飞奏事的深度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同样在之前震惊了演艺圈 就是艺人Makio还有日籍友人有记轮辉打人事件 那么挨打的这名问奖呢目前他的伤势逐渐好转 对于Makio那么他说呢在他极度鞠躬 还有Makio的妈妈也抱病求情之下 这名问奖还有家人都决定要原谅他 但是对于有记轮辉则决定告到底 问奖的太太说事发到现在他认为有记没有拿出诚意之外 在电视上还重提习凶 这点让他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11天奶奶住院治疗 林姓问奖伤势逐渐好转 说起话来也比较有元气 我会原谅他们 现在因为Makio不是有功 因为现在有功语 请你管理他 他说他说他在北部这样的要求 看他在北部这样的 我们虞心不忍 虞心不忍指的是看到妈妈妈抱病带女儿 登门认错 12号晚上又传简讯再度道歉 Makio收到回信 妈妈看见诚意打动对方 感动得哭了 因为您太太写着 让您抱病这么用心 烦心协助女儿 就可以知道Makio是一个孝顺的女儿 这样您生病了还为女儿奔波 我真的很感动 因此决定原谅Makio 不过对有季龙辉 则态度完全不一样 说还是说 但是跟这句都没看见你做 没看见什么表演做 或什么都没有 那边还是讲说 比的那个动作 其实真的是说 真的是说让我很不能够接受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接受有机龙辉 上电视还继续搬出 习兄话题 企图转移焦点 问奖家属决定针对他 告到底 中文新闻 刘世伟 邵紫阳 SN小组 台北采访我到